桂夏 monde ears 母親母親 母親 母親 大家經常都是孔小朋友 做人要逛得正站得正 但原來 civil毛泥民人都可以反正 史蒹 verdade的女女就是其中之一 去年10月發現雷女有脊柱問題之後 一家人都非常擔心 大概排多久才能看到一次醫生 大概是5至6個月的等候時間 作為父母當然非常擔心 因為我們對脊柱側彎沒有任何認識 也不知道是不是很緊急需要處理的事 相信不少家長都跟Steven一樣 對脊柱側彎沒有充分了解 以為小朋友身體歪斜只是致死不良 但當脊柱呈現C型或S型 就已經是脊柱側彎了 那哪些姿勢有較高風險呢 第一可能是他們會開始經常高低薄企 經常坐在椅子上側彎人 或者很多時候有一些單邊性 又長期維持的姿勢 那些姿勢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在脊柱側彎上的小朋友見到 但情況比較尷尬的就是 我們有時不清楚是他們有脊柱側彎 所以才有這些姿勢 並且有這些姿勢才再有脊柱側彎 至於不少家長擔心的脊柱側彎 會不會影響小朋友發育 姊姊認為要視乎脊彎道數 其實脊柱側彎的情況 就好像這個模型 我們在脊柱那裏 我們要看到一些彎曲的情況 而我們在X彎片上去看的時候 我們計算的是 例如說這個弧度是多少 10度、20度、40度 不同的度數對應不同的程度 亦有相應不同的控制和管理方法 有時我們可能見到一些 度數很大的 說真的照了出來 可能是50度、60度 其實那些可能在兩個月 三個月之內 就會是醫院會再重新叫他們去看一看 但如果是很輕微的 10度、十幾度 或者接近20度的情況 可能可以去到半年左右 都不出奇的 都算是見的 如果你說可能是因為排期等得來 而令到它再惡化下去 其實我們都會見到有的 是差在的 度數是差多少 早發現做干預 謝伊表示 按照年齡段 小五至初中的學童 最容易察覺 家長亦都可以在家 自行判斷是否有疾患 第一點 我們通常會先看小朋友 站著的時候 重心有沒有歪了在一邊 例如說屁股在中間這裏 和上面頸的位置 它可不可以連成一條直線 如果有側彎的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會見到 可能整個人的重心 歪了向一邊 家長亦都可以在家 看小朋友站著的時候 兩邊的腰線是否對稱 會不會說一邊套進去 而另一邊就平了 這些情況 第二個可以看 就是一些前面辣骨的情況 會不會兩邊的臘骨 可能胸一邊大一點 一邊小一點 有些臘骨可能突出出來 這也是第二件事 家長可以更容易發現 而完全指意公園排期 等到寒輩都有可能 在漫長的等待中 有甚麼方法可以自救 在脊骨側彎方面 通常我們做運動 會有兩種類別 一種是核心肌群的運動 Bird Dog 鳥狗式 會是一個相當經典和有名 我們可以練到驅降力量的運動 都非常適合小朋友去做 除了鳥狗式Bird Dog之外 另一個我們很經常會做的 就是一個我們叫Dead Bug 即是一個死蟲式的運動 亦都會跟Bird Dog一樣 都是一個鍛鍊本身 核心驅降肌肉敵量的運動 藉意建議 有脊骨問題的小朋友 可以在家做以上兩種舒緩運動 至於其他動作 就需要專業人士指導 避免受傷 另外 有議員認為 學童脊骨問題 極需政府幫助 在疫情之下 很多學童都長時間上網課 長期接觸電子產品 對於脊骨健康也有影響 現在在公立醫院的骨科排隊時間 相當長 私家體脊骨很貴 基層家庭難以負擔 我一直以來都建議政府參考 長者醫療券的運作模式 增加兒童醫療券 另外政府應該強化學生健康服務 特別是脊骨健康檢查 令學童盡早了解脊骨的健康狀況